大家好,我是老霍哥 那么今天又跟大家见面了 那么接着跟老霍哥逛一逛古岸地摊 学习一下古岸鉴定知识 新花,这碗怎么卖的? 要三百 这有个大摇栗 没毛病,就是抓一个摇树 有点摇树,别人一件毛病都没有 细串的,粘的也好,绝对不是叫的 能给多少钱呢? 这个摇树太影响品相了 品相好啊,你看这个蕴莎的 青花蕴莎的,多漂亮啊 你看这后边,一点毛病都没磕没碰 这不容易,这个摇树 关键这不是有摇树吗? 是啊,就是要放这个 有个英文的回修,修一点看不出来 哎呀,这种就不要修它 修它更不好 哦,得不要修,这个自然的更好 它也不是磕碰,对吧? 是 你能给多少钱呢? 这个,看着画的片也不清晰 可这是云散的,它可不是不清晰 你那脚呢,它清晰 这个这是真正 这可能是交情大王,我现在见的 可能是 嗯 康喜,或者是康喜的 他卖货呀,不卖呀 这个,这个我还有点见不见 五指灯坡的,这边一个 应该景德镇时期的 景德镇,至于川慧时期的 这怎么卖的,这个 这个 500 500 这点快 五指灯坡 特别 是 每个肯定 要紧三百五吗 这点啊 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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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шт 她没吃买了 我这买了 她买了 你打个头动作 我 您呢 门下刹了 这个汤 这个马蹄碑 这是一个法郎采 法郎采的工艺品 写的那是乾隆玉智 但是呢 非常漂亮 工艺品 这怎么办的 600 爪廊彩的这么一个针皮 600 现在工艺品 600 这种小拍 五元六色 刚刚跟大家说五元六色的 而且工艺都是完整的 没有一点科幅出现 这个大家也就不要看了 而且呢 很多词器呢 都是重器都写的 款都非常大 大清康新颜质 好像有点 比例的呢 比例的呢 都变得七八黑一点 典型的一个房型摊 现在呢 有的呢 跟那个老婆哥呢 一起 来学习的 经常看我的视频呢 你就会 很容易区分这种新老婆摊 也在视频当中等大家多次讲 新货的摊位就是5月6岁 然后东西都非常完整 就是新货的摊位 大家就不要看了 还有这种也是一样的 看5月6岁的视频当中都有 这种旋律 一般是来了先逛 先找自己看看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然后交隔10倍 当发现没有的时候 就给大家再多讲一讲 如何分辨真假 我现在大部分的时间 给大家逛顾完地摊的时候 多讲一些分辨真假的 一些小知识 小潮食 也不会说刻意的 非得去淘一些什么东西